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明明能够一见秒杀魔兽 但偏偏被世人看不起 只因在这个狗都会魔法的世界 男主却是个连狗都不如的无魔力者 明明不被所有人看好 却执着成为魔法学院第一人 一切都是儿时和青梅竹马的约定 携手登上象征魔法史至高的荣誉殿堂 但仿佛命运的戏梦 艾尔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至高武藏之一 而自己却还在魔法学院最底层挣扎 尽管受尽世人的冷眼相待 但男主非要证明自己 即便是无魔力者 也能依靠剑术 在这个魔法之上的世界成就最强 在这个利家殿魔法学院中 有着一位无魔力者 每次上课都会被老师叫出来当作反面教材 无法释放魔法的他 每次都会成为众人的嘲笑 只因身为无魔力者的男主 却依靠压倒性的知识进入学院 在高高在上的魔法精英眼里 男主的存在仿佛就是他们的笑话 连狗都会得触进魔法 男主却无法发动 老师嘲笑道 在这个魔法就是权威 魔力就是力量 魔导师就是英雄 而在这座以魔法才能为尊的学院 男主这种徒有知识 却无法使用魔法的废 根本不配在这个培养闲者的地方 不自量力地追求梦想的愚者 建议男主这个吊车尾 尽早离开学院 等到了下课 红毛带着小弟来嘲笑男主 听说男主又带着低筋魔物 偷偷去地下城赚取学分 简直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看不过眼的笑话出来制止他们 红毛不太理解 克雷特身为贵族魔犯生 竟然会出手袒护这种流济的废物 殊不知在克雷特言 男主不仅非常亚撒气 甚至比任何人都还要努力 更何况男主是自己的好朋友 不允许有人这么诋毁他 这话不禁让红毛笑了出来 光平温柔和努力 是无法成为伟大的魔导师 更别说想成为至高武藏之一 眼看克雷特在这里 红毛也明白无法继续欺负男主 说罢带着小弟离开 而刚刚提到的至高武藏 是由世界最强的五位魔法师组成 守护着这片天空 只因在很久以前 人类对天空一无所知 长期被关闭在黑暗之中 遭受天上的侵略者威胁 在危难之际 由五位魔法师挺身而出 拼尽一切的力量 将天上的入侵者 全部驱逐出去 再对天空施加封印 防止他们再次来袭 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如今他们已经去世 但至高武藏的最强称号 被世人继承下来 小时候男主和青梅竹马 意外在书籍中得知 听说真正的天空 挂着月亮和太阳 而天空的另一边 有着美丽的夕阳 很多景物都会被染成红色 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阴影 如果能成为至高武藏之一 就能去最接近天空的 那座塔顶端 于是两人就此约定 一起成为至高武藏之一 携手登上塔顶看美丽的夕阳 但可惜约定往往都是事与愿违 爱尔拥有至高才能 轻轻松松就成为 史上最年轻的至高武藏之一 兵机之杖 至于自己没有任何天赋才能 即便身为无魔力者 却始终没有放弃当时的约定 为了获得学分顺利毕业 经常偷偷跑去地下城刷怪 当然每次都被瓦克纳老师发现 不仅未经允许跑去地下城 甚至还独自去到危险的第七层 要是再这么下去 生怕某一天死在地下城中 虽然瓦克纳老师嘴上不断骂男主 但其实内心对男主非常好 不想因为男主为了赚取学分 从而白白丢掉了信誉 在男主带回来的素材 也确定男主成功讨伐协邪领守卫 给男主增加了两点学分 只因成为至高武藏 学分是不可或缺的 而获取学分的途径也只有比试 魔法威力以及实战这三种渠道 所以无法使用魔法的男主 只能依靠实战不断刷分来弥补差距 但光凭实战来赚取学分 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到时候别说是成为至高武藏 就连能不能毕业也成问题 毕竟男主这次考试中也没拿到学分 想要合格 必须要在这个星期内拿到四个学分才行 文言男主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 立马拿出笔记本 看看有哪些任务有四个学分 对此老师自言自语的说道 听说有个怪物在第六层出现 恰好男主还没讨伐过 文言男主很是兴奋 紧紧抱着老师感谢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被门外的红毛偷听到 召集小弟打算借这个机会 先行一步解决掉这个魔兽 这样一来 就能彻底将男主这个无魔力者的废物 赶出学院 但红毛怎么都没想到 原本凭他们三人的实力在第六层 即便打不过也不会丢掉性命 殊不知正因这份自打 让三人差点在这里丢掉性命 然而本该抢怪的任务突发一边 避之面目争鸣的魔兽突然出现在眼前 小弟顿时就被吓坏了 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引起不远处男主的注意 以为有学生被袭击立马赶过去救援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红毛发动引以为傲的魔法 不断攻击魔兽 但那伤害就如同刮沙一样 男主惊讶发现 眼前的魔兽竞价值时 学分的邪灵哨兵 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强大魔兽 本该栖息在更底层的魔兽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第六层 被吓坏的红毛一直攻击牛头人 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根本无法阻止步步逼近的牛头人 再这样下去 红毛必定会死在对方手中 如今能救他的也只有自己 可自己真的有必要去救他吗 过往被他欺负的画面历历在目 冷眼相待以及百般嘲弄 就算现在见死不救 也是无可厚非的行为 正想逃走至极 内心猛然产生一股悸动 青梅竹马的声音猛然在脑海中回响 你是个既温柔且勇敢的人 但其实男主内心明白 自己并不温柔和勇敢 一直以来的努力 只是为了站在他的身边 想要变成配得上他的人 虽然一直被人嘲笑是吊车尾 但最起码此时此刻 自己要做到问心无愧 如同手上的利剑 有往直前无畏无惧 与此同时 爱德沃得知红毛擅自进入地下城 找到瓦克娜 希望对方派出使魔寻找红毛的下门 不过得知红毛只是去了第六层 便觉得没那必要 因为瓦克娜知道 男主现在就在第六层 而手中的水晶 可以连接男主身边的使魔查看情况 此刻 男主不断的和牛头人进行交锋 双双把他互相上下 最后十一点都不能站在前面 这一幕红毛都看呆了 仿佛颠覆了他的印象 男主不该是个无能者才对吗 就连艾德沃也不敢置信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殊不知男主其实是个异端 他有着魔法是不该有的神 轻轻松松打破一切限制枷锁 不仅拥有矮人足般强韧性 甚至只要看过一次 就能掌握敌人行动的洞察力 然而这让艾德沃不能接受 无魔力者的废物 竟妄想成为凌驾于魔法之上的存在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上交了牛头人的手机 成功获得了十点学分 最终有惊无险地留在了魔法学院 自此一位少年即将颠覆世界的故事 拉开序幕 在这个以魔法为尊的世界 那个全年级吊车尾 有史以来唯一不会用魔法的废柴 竟然会是先天战士圣体 只靠一把破魔之剑 两个回合就让他这个魔法学院 最强教士破火 被一直以来瞧不起的吊车尾划伤脸颊 这让男人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而不仅是他 自从男主干吊师学分的邪恶少兵 已经过去一天 虽然男主没有声张这件事 但红毛带领的两个狗腿子 却到处张扬 声称是红毛凭一己之力 将怪物干掉的 然而因为他们很快便被打晕过去 所以没能看到那场精彩战斗 而此刻红毛受到的打击 太大一言不发 想到被区区吊车尾拯救 便怒火中烧 这时看到路过的男主 他当即扑上去抓住伊林 想要泄愤 结果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 手下败将不管怎么做 也都是自取其辱罢 与此同时 爱德华找校长提议强制 让男主退学 理由是魔法学院不需要战士 而且男主还是比一般魔法师要强的存在 校长对此没有直接答应 毕竟男主的文科成绩很优秀 除了不会用魔法绝对式的优等生 总之为了迎接来临之日 多一个智者有何不可 爱德华则继续反驳 男主的目标是成为至高武障 根本没想过当上智者 文言校长干脆让他对男主进行考试 考试内容由他决定 若男主没能通关 就由爱德华随意处置 另一边男主正在刻苦学习历史 精灵与矮人都是外来种族 以前矮人每天重复劳动 被人们任意拆解 可得到的待遇却不及精灵的十分之一 因此矮人组建出一支万人军团发起反抗 虽然他们在高塔面前不堪一击 但绝不放弃的信念 是比魔法要更加强大的力量 此时克雷特注意到他长白头发 但却以为是太过操劳导致 下一刻爱德华突然来到面前 直接把男主叫去训练场 声明由他单方面检验男主实力 只要能击中他一次便过关 而且给十操科目加五个学分 失败则离开学院 不给拒绝的机会 爱德华当即发起攻击 完全是一场没有公平可言的较量 与此同时沃克被叫到了校长室 通过直播他看到了男主的现状 校长声明考试正在进行中 禁止沃克插手 此话一出他气上心头 那样做对男主而言太残酷 虽然爱德华并没有动争 但熟练度就摆在那里 即便用低级魔法也能打出终极威力 只见男主突然发起冲刺想要近身 然而同样是低级护盾 纵使男主拥有一身怪力也未能撼动 爱德华随即开启无音场连发模式 从原本的手枪变成了机枪 在火力覆盖下男主连躲都躲不掉 凭现在的他在一击魔导师面前 只有被虐的粉 但若有一把剑 至少不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与此同时克雷特很是不安 一想到爱德华要给男主单独补习 就怕他会被动用私刑不断拷打 此时克雷特注意到那是男主的始末七七 只见他在威尔的储物柜前抓了几下 他顿时明白过来对方有危险 当即带上武器火速赶往现场 另一边男主被他狠狠踩在脚下 言语羞辱 当问到为何要执着成为之高武装 结果听到只是想和喜欢的埃尔在一起 这让爱德华更加恼火 谁会为了那点破事去追求魔法的顶点 此时在用嘴盾拖延了一点时间后 克雷特顺利带着武器来支援 而有了装备加持 他终于不用再被动埃尔 因为含有破魔属性 面对低级魔法 好比热刀遇到黄油能够轻易展开 爱德华健壮再次使用火力压制 对此男主心中万分惊慨 但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只因他相信还存在突破口 就不一定会输 回想历史上矮人发动的加瓦龙左之战 加雷斯就算失去所有同伴也没放弃冲锋 最终成功伤到了魔导师 而对方也认可了矮人的勇气和地位 下一刻魔法如洪水般朝他起来 而按照有烟无伤定律 这当然是一发都没打中 男主双腿一蹬来到空中 再借助天花板加速一件猛的 劈开对方的防护罩 也就这同一瞬间 双方迅速转身使出最后一击 但纵使爱德华的攻击 再快也没有男主的剑场 于是不出意外男主成功通关 眼看男主没事 沃克终于松了口气 最后镜头给到男主摄友的身上 虽然他是男的 但却像个家庭主妇一样 经常照顾男主的饮食 得知自己的青梅竹马 也就是魔法界 现在最强的五位智障之一 在今天成功第十二次独创魔法 虽然打破了历史上的记录 但由于这次的独创魔法 需要不少来自地下城 第四层双支步兵的兵活 因此男主也决定去讨伐 不仅是因为完成后 会有丰厚的奖励 更重要的是 他很想帮上对方的忙 他忘不了上次离别前 对方说会在塔顶 等着自己的那句话 在这个魔法 才是绝对的世界 只有他相信不会魔法的自己 总有一天会成为至高武装 然后与他一同见识真正的吸引 虽然男主也明白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至少现在 他可以先帮上对方的忙 很快他就来到了地下四层 但他却没想到兵机之杖的魅力正压 仅是这么一会的功夫 外围的区域便已经被学生占满 让他根本就抢不到这里的魔物 于是也正因如此 男主决定前往深处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却在深处遇到了一位四年级的学妹 还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在剑术上的造诣之高 是他生平所见之罪 只是瞬间就完成了三连斩 连肉眼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这顿时就打破了女孩既有的观念 要知道在这个魔法之上的世界 除了魔法以外 其他根本就只是花拳袖子 更别说能秒杀魔物 但男主却不知他心里所想 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里救下一个学妹 毕竟这里可是地下四层的最深处 爱丽丝虽然不是一般人 但震惊却是真的 毕竟能将剑术修炼到这种程度 至今为止他也是第一次见 但表面上他却不露声色 而是在感谢男主救下了自己后 接下来两人也开始同行 当男主问起他 为何会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时 他却表示自己也想成为支撑天空的一员 这句话也引起了男主的共鸣 原来曾经为了抵御天外来客的袭击 虽然最初的至高武装 用他们的无上楼 用创造出的结界将敌人挡在了外面 但同样作为代价 让后来者无法见识到真正的天空 现在肉眼可见的也不过是结界所幻化的 也正因如此 他与青梅竹马所说的去看真正的夕阳 便是希望总有一天能撕碎这虚假的天空 当然在此之前 他们必须先拥有至高武装的实力 拥有抵御天外来客的资本 正当男主这样想的时候 爱丽丝却表示自己其实有亲眼见过兵机之杖 他忘不了当时也是在魔物包围时 对方救下自己的场景 他只是用了一击 世界便陡然安静 那股光景让他至今都无法忘却 也正因为了想帮上兵机之杖的忙 所以他才会来到深处冒险 但可惜的是 就算在这种人少的地方 他也遇不到双支步兵 汉支魔法也根本起不到作用 但没想到刚说到这里 不想男主却有了发现 原来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 他判断出有一只双支步兵就在附近 但不同于一般的那种 他感觉这是一只狠角色 只因留下的兵片尺寸 要比普通的大上好几位 直觉告诉他 这只怪物就在他们前方的不远处 可这却让爱丽丝十分不解 他不懂不会魔法的男主 却为何有这般迷之自信 但对此男主却只是表示魔法并非绝对 尤其是在地下城里 就算是这样的他 也能通过运用知识与智慧 以及经验来弥补 只是当看到魔物的真容后 爱丽丝变震惊了 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第四层的特异种 也是价值六学分的双支王 要知道出没在第六层的巴斯卡威尔 也不过才四学分 两者都不是外院学生可以应付的怪物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就连价值是学分的邪灵哨兵 男主之前就已经干掉了 但也正因不知道 于是得知男主要亲自对付这个魔物后 这也让他有些担心 原来双支王还有一种特性 那就是物理攻击对他几乎不管用 再接触到他的瞬间就会被冻结 简而言之就是近战的克星 一般只能用克制他的火系魔法来攻击 但对于爱丽丝的好心提醒 男主却表示没有问题 因为双支王这种魔物 他已经打倒过很多次了 早就有了对付的经验 而下一秒也正如男主所说的一样 在飞快接近的同时 对于双支王的激光 他不仅做到了偏夜不沾身 更是在躲避的期间 他还不慌不忙地扔出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在准确地扣到了双支王的身体上后 然后便绕着他的周围进行移动 一会从下到上 一会从左到右 在做死的边缘间疯狂事态 当然并不是无敌放逝 而是透过装置上的丝线 通过在四周移动将双支王给捆绑起来 这是一种特殊的魔道剧 不仅不会被对方的身体动静 同时还自带一种火焰魔法 对此男主早就已经驾轻就熟 直到感觉差不多了后 他也施展出了最后的杀招 只是瞬间 从四线上突然出现的火焰 电影极快的速度在传导着 而逐渐也抵达了最终的威尔子 没错男主使用的玩意 其实就跟点鞭炮的原理一样 最后会轰然炸开 不出所料的是 双支王在这一击下便隐恨当场 但就在男主在回收冰河的时候 他却不知道此时爱丽丝的表情 忽然有些奇怪 然而和男主分开后 爱丽丝变像换了个人一样 原来她其实是 人才发掘机构中的一员 在魔法界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在卸下自己傻白甜的伪装后 随后她也来到了塔顶的位置 此处是平时之高五丈开会的地方 刚好巧合的是 这时他们也正好开完会 但对于这迎面而来的压迫感 爱丽丝却依旧不慌不忙 表示自己在视察学院时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才 也是无法使用魔法的无能者 她想推荐其成为塔顶的一员 但不料此言欲出 最终还是火葬有了个主意 马上就是魔倒大忌了 到时候有没有奴隶自荐分享 毕竟有用的东西会自己爬上来 这一点雷杖道也非常赞同 随着她先行离去后 紧随其后风杖和火杖也不想再此地多待 唯一只有兵杖没有离开的意思 明明是世界最强劲士 但偏偏被世人所瞧不起 只因在这个狗都不魔法的世界 男主却是个连狗都不如的无魔力者 明明施展魔法就能轻轻松松就能打倒的魔像 而男主却毫无招假之力 在这座学院中 想要升级上院所需总分一万两千分 同时也是成为至高武装的必要条件 这也是男主一直所追求的道路 只为完成与轻微竹马而始的约定 但身为数科万年落榜生的他 学分只有可怜的五千多分 别说能不能升学 就连毕业都成问题 在别人眼里 总是被鄙夷不屑的对象 仿佛多看一眼就要恶心到兔一样 如今魔导大计准备开始 是魔法学院两年一度的庆典 除了举办各项竞技比赛 届时魔法塔也会派遣上级魔导师来挖角 同时这也是男主唯一的希望 如果想要依靠学分升级到上院已经不太实际 克雷特觉得 如果庆典内被挖角选中 就有登上魔法塔的可能 毕竟过往有学分不够被挖角的案例 而魔导大计实际就是一场 魔法师各派学生的争夺战 在此几乎就能决定是否能升到上院 其中除光皇之杖以外 现任至高五杖所率领的四大派格共同 雷公之杖 炎帝之杖 妖圣之杖 兵姬之杖 只要能得到任意派格指令 就能无视学院毕业流程 一跃成为塔内一员 虽然很罕见 但也有传闻 听说发掘机构会在魔导大计现身 将优秀的人才带去魔法之塔 克雷特深知男主的优秀 想要他去参加看看 文言男主回忆其惨痛的经历 两年前参加的时候 由于自己是无魔力者 好好的魔导大会变成运动会 当时给弱小的心理都造成阴影了 如今魔导大计将至的气氛 每个人都想展示最完美的一面 有人在进行魔法创作 有人在进行召唤守护者 即便无法升学到魔法师之塔 那么也有机会吸引魔法学院以外的机构 展现实力也能多一条出路 也就在这时 克雷特发现有点不对劲 身后的柜子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似乎是被施加的阻碍和隔音节节 感觉轻轻松松就能破坏掉 当克雷特用使魔奇奇 将眼前的结界魔法给抹除后 意外发现内部是隐藏楼梯 而楼梯之下 竟是地下赌场 专门下注魔导大计项目的优胜者 克雷特不敢置信 居然利用老师 不会靠近学生储物柜做掩护 红毛看着自己的赔率 极其的生气 虽然同为天才 但远不是学院前三能力 听到男主的声音 稍微有点惊讶 正想询问男主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却被克雷特霸气护服 表示他们只是偶然路过 如果再被他发现莫名 对男主动足 那他就要不客气了 等到了晚上 男主来到平民乐园街酒馆 做监制 里面聚集着过度劳动的矮人矿工 非常喜欢这里的气氛 大口喝酒欢声笑语 而这里的人都对男主非常熟悉 好奇询问他会不会参加魔导大计 这样就不用辛苦监制 男主毫不犹豫表明不会参加 还没聊一会就被老板娘警告 看看和他一起来的风韵柔存事远 多么勤奋的在工作 而男主却在墨于偷懒 不过最近有个店员离职 想让男主再找个人来兼职 文言矮人替男主打抱不平 男主肯定能做两人份的工作 毕竟他可是我们矮人族的兄弟 然而原本欢声笑语的夜晚 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由于附近店里都买门了 学院前三的蓝猫有礼物私来到酒馆 近来就对这环境极其厌恶 而看到男主的声音 更是对这嗤之以鼻 不禁觉得 殊不知矮人族所属的世界 被天上侵略者摧毁 从而异界移民来的下等种族 即为被人所看不起 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于精灵族 是长期受人欺辱的对象 更是在这魔法就是绝对的主意中 矮人族所遭受的差别待遇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缩影 端上辛苦劳作的食物 却被几人喷得一文不值 更是不断地嘲讽矮人 连狗都不吃的食物 加上那身上令人难以忍受的汗臭味 连畜生都不如的肮脏东西 不如快点滚出他们的世界 听到这些话的男主极其愤怒 直进地走到他们面前 希望他们撤销那些辱骂的话 在他眼里 矮人族的豆子 是能在贫瘠土地上生长的智慧结晶 他们的汗水 是在严酷环境下辛勤工作的证明 绝对不是能被人拿来嘲笑的事物 文言蓝毛不禁笑了出来 仿佛就是不会用魔法的同类在护体伤口 对他来说 臭的东西就是臭的 说爱眼的食物就是爱眼 在魔法之上的世界 魔法就是一切的绝对 这一幕让蓝毛觉得好像有趣起来了 似乎好久都没被人这样侮辱过 话音刚落 所散发的气息请客间将酒馆冻结起来 让男主好好看看 自己究竟惹上的是什么 只是瞬间 脚下魔法阵不断涌出冰刺袭击 即便是躲开 四周冰刺不断的接踵而来 眼镜也在此刻不小心被打飞 而蓝毛的无差别攻击 似乎没把周围的人命放在眼里 抜いため了 打敲销 既然被这些死判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 我決定你 我決定你 你不想要 魔導大祭 你出了 我決定你 你不想要 我決定你 你出了 你 你真的在乞了 我勝利 学院からお前の居場を消してやる 僕が勝ったら ドナンさんたちに謝ってくれ 男人兴奋女神 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优秀 竟然主动邀请自己加入队伍 参加魔導大集 却不料集合之后才发现 擒敌吊车尾男主怎么也在这里 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成了工具人 只因参加夺冠赛的出场条件 是每队总学分达到两万一以上 为了让不会魔法的吊车尾男主也能参赛 克雷特只能邀请他这个优等生出场 红毛忍无可忍实在不能忍 他说什么都不愿跟无能者团队 直到人渣尤里乌斯从身后经过 红毛感觉到压迫立刻住嘴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男主甚至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全程都在注视着经过的尤里乌斯 红毛直接炸了 因为被男主所就带来的屈辱感 如今还被无视 红毛失去了理智一定要报此仇 比赛之前由妖圣派系派出妖精妹子使用魔法 在赛场周围制造环境各不相同的比赛区域 每组选手都将从外围朝競技场突进 谁先夺得场内的王冠极为胜者 但阻止参赛者的不只是大自然 四周还被老师们设置了大量的特制陷阱 并且选手之间并不禁止相互攻击嘴包 简直就是一场魔法界的大逃杀 本次夺冠赛考验的是参赛者的应变能力 更加注重地下城攻略的实践性竞技 因此也格外受到至高之塔猎头的注目 如今比赛还没开始 各派系中的猎头便已经闻风而动 没多久爱丽丝也要前去给男主加油 主持人是真逆天 当着全校失声的面表是 在非公开的私下赌局中 林德尔和尤里乌斯率领的小队人气最高 除此之外还有男主所在的人气 最低小队人虽然红毛也是三号种子 但男主的存在却引起了众人嘲笑 瓦格纳老师都惊了 之前还一直叮嘱男主 不要和魔导大技扯上关系 然而他还不知道男主和尤里乌斯的冲突 哪怕再次遭到全校群嘲 他也必须赢下这场比赛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 尤里乌斯遭遇了魔像之森的阻碍 命力麻麻的魔像犹如高强堵住了三人去路 与此同时男主则一马当先将两人甩到身后 傻鸟疯狂嘲笑男主一只都打 尤里乌斯遭遇了魔像之森 众人全部面露金色 虽然男主不能使用魔法 但只要用魔法做成的全套战斗就不算无规 红毛实在无法接手 男主竟然成为第一个突破魔像之森的人 自从上次在地下城被男主救了一命 红毛便无法原谅那个弱小的自己 为此他拼命尽自己所能训练 只希望多少能变得更强 却不料男主的实力也在飞速提升 很快男主小队率先进入了岩石沙漠地带 眼看前方的巨石中射出炮弹 男主一拳杂地震出一道土墙 抵御第一步进攻 克雷特默契配合再次使用魔法 召唤无数魔法开山插入地面 男主一路拔刀甩向悬崖上的巨石魔方 只用了不到两分半钟 便轻易突破了沙漠陷阱 傻鸟依旧不承认现实 认为只是克雷特的魔法很强而已 殊不知就连个塔的猎头 都从未见过男主这种参赛者 从察觉陷阱到破解一连串的动作都干净利落 只因男主是校内唯一致力于攻略地下城 才锻炼而来的身手 依靠知识和经验舍去多余的动作 才能做到男主这般丝滑 然而得知是男主领先让其他人很不熟 说什么也不能落后那个无能者 可话还没说完小队 就直接中了陷阱惨遭淘汰 此刻周遭的陷阱在接连不断被处罚 场面一度惨烈至极 而领先者依旧是男主小队 可即便如此尤里 乌斯依旧不慌 只要有他在男主就别想出风头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男主一路领先来到最终区域魔之树海 前方再次出现暗制陷阱 随着男主再次轻易破解陷阱 解说好奇设下按摩法雷区以及恶劣陷阱的爱德沃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然而男主很清楚按照比赛规则 越接近竞技场就越容易与人交手 因此个小队都会在树海开始交战 男主也不例外认为只要保持领先然后趁机埋伏 再利用有力地形迎战尤里乌斯 却不料尤里乌斯的攻击比他更快 若不是反应即使男主只怕已经凉凉 男主吃惊以他的身体条件全速赶路竟然会输 现只有尤里乌斯一个人 他担心另外两人正在刺激埋伏 对方下起手来毫不手软 无数兵锥化作利剑射向男主 可正当男主找到合适的迎战地之际 红毛却突然来到他的身后 今は亡き使徒の斬首 汝を消し去りし焦土の演奏 シオン イフラムス 等火焰散尽男主才意识到自己被阴了 红毛出手的威力之大 连前方的树海都被一路横推到视线尽头 红毛让尤里乌斯快滚 克雷特却看出红毛这个二五仔 是同时瞄准了男主和尤里乌斯 红毛也不装了 作为被克雷特利用到现在的代价 他要在此地跟男主决斗 只为将碍眼又刺耳的男主打工 克雷特想要出面阻止 却又被尤里乌斯的兵墙隔绝在外 并且对方竟然完全没有被红毛的炮击波及 此时冰墙那边传来了克雷特的尖叫 男主想去支援却抽不开身 只因红毛为了找回丢失的自尊 当前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男主如果想要去救克雷特的话 就赶紧跟他斗一场 还怎么也没想到 即将暴揍仇敌之际 自己竟遭到了同伴的被刺 更糟糕的是 对方的每一番魔法都带着杀意 就好像欠了他几百万一样 这在男主看来简直莫名其妙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曾经所有人都在霸凌他这个无能者时 是习翁在后面默默地烧掉了那侮辱的指头 也是习翁傲娇地让男主成为跟班 这样就不会再遭到其他人的欺负 可那时的男主一心只想登上法师塔 丝毫没有把其他人放在心上 另一边 号称学院土制公主的克雷特 对上了排名前三的尤里乌斯 他换出土墙挡住所有冰刺 不曾想冰刺不过是阳公 真正的目的是又使他走到森林陷阱的位置 但克雷特怎么也不会想到 眼前的尤里乌斯不过是分身而已 在观众所看到的直播画面里 有数个尤里乌斯出现 他们分别袭击排名较前的队伍 这是属于至高武装派系的秘法之一 也是尤里乌斯赢下魔岛大忌的一掌 而男主这边 他实在想不清习翁这么做的理由 自己不过是想要登上塔顶 可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却是妨碍和刁难 逐渐他开始漠视身边的一切 殊不知这正巧伤害了真爱习翁 中文字幕提供 守护者魔法的主要用途 一般都是用来争取永畅时间 可席翁居然能以此发动猛烈的攻击 这样的表现也惊呆了观战席的 这惊人的熟练度早已超越了学生水者 如此精力的魔法控制 让严障派系的探子重点关注席翁 毕竟他的实力与资料记载的完全不过 而席翁确实是变强了 变强的原因也是因为男主 当初在地下城被男主救下之后 他才真正看清了对方的实力 可在习翁看来 男主明明拥有反抗的能力 却偏偏默示一切不做反抗 曾经习翁的主动示好就像是小丑一般 更是在这次的魔倒大忌中 对自己连正眼都不巧意 一心只想与尤里乌斯决斗 这也让习翁感觉到无比的屈辱 直到这是男主弄懂习翁的想法 其实一直以来 他内心的某处都希望能得到习翁的认同 此刻男主戴上了眼镜 既然你说愿意认同我 那么这一场价就必须用全力回应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键时候是克雷特阻止了两人 原来他已经暴揍了尤里乌斯 但对方突然就一下子消失了 不过比起这些 习翁更在意的是克雷特那破破烂烂的衣服 这副模样让纯情小红毛直接红温 克雷特让男主先走 这里就交给他 习翁表示别开玩笑了 就算是你也别想妨碍这场价 但显然克雷特玩客红毛 单单站在面前就让他话都说不清了 而男主给克雷特披上他的斗毛 也让克雷特直接红温 只能说桂圈争争 他就能获得这次魔导大级的胜利 他们还以为蓝毛夺得冠军 已经是板上冰冰的事 虽然在这关键时刻 男主如流星一般降临 但不仅所有人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蓝毛更是还想借此将其荡成踏板 来展现自己绝对的实力 给那些来挖掘人才的相关人士看 面对突然出现的烟雾 男主还以为这只是障眼法 蓝毛是想和他的两个队友在物理抠喜 因为就在同时 他便感受到了三个方向传来魔力的气息 不过也正因如此让他放下了心 因为就算视线被遮蔽 对他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反而只要通过快速移动不断的走位 然后寻着魔法发射的方向一一解决就好 可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蓝毛明明就在眼前 可从别的方向竟发射出了和他一样的魔法 猝不及防下让他被直接击中 而这时烟雾也刚好消散 等他再放眼望去时便震惊 原来就在此时的比赛场上 竟出现了多个蓝毛的分身 别人可能还不清楚怎么回事 但对这个魔法他却再也清楚不过 可就是这么一试试 却不料被蓝毛抓到了机会 原来他的分身还会自保 等男主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在当场中了这一招后 让他的整个人都被冰封了起来 这时也有少部分监督师广播 与他一样认出了蓝毛的魔法 原来这种兵器影分身 便是至高武藏之一的兵杖所自创的12种魔法之一 也叫做白之一鼠 可以制造出与自己相像的兵器分身 并且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思来自动进攻 更是从某种角度来讲 蓝毛已经达到了至高武藏的境界 本来听到他通过自学习格的这项魔法 男主也仅仅只是惊讶 但却没想到他接下来竟突然开始讽刺 冰杖的魔法也没什么了不起 总有一天会拆穿他的一切 听到这句话 这也瞬间让男主破防了 他最不能听到的 就是有人侮辱他朝思暮想的青梅竹马 然而才当走两步 他才发现蓝毛的几个分身 已经在巧无声息间包围住了他 于是他也只能先解决眼前的马 但不想这却只是蓝毛的开胃才 原来他真正让分身包围住男主的原因 是想发动另一个秘密 这是以分身为起点 所施展出的冰之牢笼 看到男主怎么打也打不过 这也让蓝毛笑了 下一秒他更是展开了自己的后手 等众人抬起头时才发现 此时的天空上已经多出了一个巨大的冰锥 随着他的指令一出 下一秒这个冰锥便随之降落 男主根本没有闪躲的机会 亲眼目睹这一幕后 也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蓝毛的可怕 更是连爱德沃都忍不住夸赞 不动一步就能取得胜利 这才是魔法界真正的人才 也正如他所说 眼见已经胜券在我 蓝毛也毫不犹豫地开始推销自己 以他现在表现的实力 是不是有资格成为殡杖的继承人了 这句话瞬间就引起了全场的防护 如果蓝毛不适合的话 那就没有人更适合了 但此时也有人不这样认为 反而嘲讽蓝毛只会耍小心机 但是 如果没有赢的话 非常不错 喂 竟然 但不想男主走出来的第一句话 却反而是对他道了一声谢 原来正是刚才的魔法 让男主成功冷静了下来 只赢一直以来 一旦遇到跟兵杖有关的事 就会让他变得很激动 但蓝毛却并不想听他废话 而是下一秒便开始再次进攻 控制魔法向男主吸取 然而殊不知男主从此刻开始 已经完全与刚才判若两天 只是瞬间 他就来到了蓝毛的两个跟班身后 随后只是一击就让他们退赛 但这么做的原因 并不只是先解决楼梧 而是他发现了蓝毛招数的弱点 在两个跟班倒下的同时 奇怪的是场上蓝毛的所有分身 也随之破裂 就在观众疑惑的时候 男主也道出了真相 原来蓝毛所自学的白质艺术 并不完美 真实的情况 其实是他的分身并没有自主意志 而是需要同伴协助控制分身 才能勉强做到 明明只是投机取巧后掌握的皮毛 刚才却大言不惭地说着招魔法 不过如此 就在蓝毛恼羞成怒的同时 殊不知就在高处的塔顶 此时兵杖的副官 也给他递来了蓝毛的信息 并告诉他以蓝毛的表现 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继承人 然而文言后兵杖却魂不在意 前提是这份记录的内容得是真的 那对方便是他继承人的不二之选 与此同时 两人的大战也再次一触即发 然而战局从男主冷静后的那一刻起 便再也没有扭转的可能 可笑蓝毛却还以为自己有圣机 虽然在失去了同伴的帮助头 让他再次召唤的分身 只能成为固定套篮 但分身毕竟是分身 只要男主无法分辨哪个 才是真正的他那边后 通过这一点 他便足以力挽狂安 可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没想到下一秒 男主惊一眼就发现了他的本尊 虽然就在这关键时刻 他及时使用了冰地来进行抵挡 但以魔法师缠弱的肉身 仅仅只是碎裂的冰块 就让他传来了强烈的痛觉 但此时更让他在意的 却是男主怎么发现了他的本尊 而男主则直接满足了他的疑惑 只因他所掌握的分身 还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与数者的体温正好相反 大约是-36度左右 如此一来便会导致冷气外险 从而会在脚边出现冰天 如果真正掌握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此言也让蓝猫破皇了 就在他想不通男主 为何比他还要了解时 男主也没有隐瞒 表示只因他和冰仗时而视完伴 他们不仅同是孤儿 并且还在同一间孤儿院长大 所以对方的魔法他在清楚不过 无论是强项与弱点 他都非常了解 也就是此战从一开始 蓝猫就已经败了 狗狗狗狗狗狗 不像魔术 2歳 这个确实是很凄的 尔菲的魔法没有使用到现在的魔法 尔斯维斯是二岁的尔菲 尔菲的魔法是二岁的 二岁的魔法是二岁的 文言顿时便让蓝毛无地自容 这岂不是说明英学会这个魔法而沾沾自喜的自己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小丑 而且程度就跟一个小女生一样 想到这里他也彻底疯了 随着一阵大笑后 他也使出了自己最后的王台 只是瞬间 场上便出现了八个分身 原来这才是他如今所掌握的极限 能否控制好无所谓 这些娱力也会让你碰到 今度也会贏了 今度要你贏了 尔菲的迷惑 我曾经被十人的雷尔菲 尔菲在十人的雷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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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菲在十人了 我一直在十人的雷尔菲 尔菲在十人的雷尔菲 尔菲在十人的雷尔菲 这让蓝猫再也没有刚才的嚣张气焰 只能像老鼠一样抱头鼠窜 一开始他还想通过拉扯来挣扎 但很快他便发现无论是多快 一或者是多么密集的攻击 都根本无法阻挡男主的脚步 反而让距离不断的被拉紧 单凭一人一剑 便击溃了他的所有希望 更是在最后的最后 男主也索性不使用剑了 而是使用了自己的铁拳来收尾 在男主的一拳下 这场战斗也随之落命 同时在这个瞬间 也引起了全场的沸腾 一个不会模仿的吊车尾 近正面打败了学分一万以上的精英 这放在之前 是他们做梦也无法想到的事 而最后只要再夺下王冠 便是属于男主的胜利 可没想到裁判的花音刚落 却有一个人已经截足先登 对方正式和蓝猫同样学年前三的绿猫 他不知何时就出现在了这里 在场的观众都没有发现 虽然有些意外 但根据规则 冠军也当之无愧属于绿猫的小队 说不可惜那是假的 不过男主却没有纠结 毕竟在打败了蓝猫后 他这次参加比赛的初衷也完成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就在塔顶上 兵杖却正在问他的副官 有没有消除记忆的魔法 要知道刚才男主在与蓝猫一战时 可是说他从前一直都被自己欺负 而在副官毫不犹豫地达到幕后 那是可以罪ках的 还没你想了呢 分别人 我不想要设 actionable 要是一直玩得到的 我每個都在我暗黒歴史上